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苦瓜挖空之后 参烫泡凉 软嫩的板豆腐调味抓碎 填入苦瓜内蒸出天然的清香 切开之后闪烁着美丽的玫瑰色泽 再淋上以花椒油爆香的各类食材 滑顺香辣的刺激你的食欲 大厨以特选的夏季鲜酥 细腻的调理出最清爽的食令风味 今天的菜单就是苦口婆心 现代金素派肯空对来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英俊帅气年轻有为的施建伟 韦韦大厨师你好 阿珍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施建伟师傅第二届菩提金厨奖金牌 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和细腻的厨艺 呈现出极具巧思的创意料理 再来欢迎我们呢 这个非常会说话 但是呢 又很美丽又很亲切的健康管理师江明芬 明芬你好 海森姐好 各位新宿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江明芬 健康管理协会培训讲师 目前担任乐身疗养院 社区健康中心主任 与社区大学工卫课程讲师 我们的帅哥厨师 每一次来就会带来很多 就是很养生的料理 对不对 那世建伟 伟伟今天要来带给我们的料理 应该也是很养生 我们今天做的是苦瓜 对 苦瓜一般人可能比较不爱吃 那我们今天把它融入了一些 比较有辣味 比较可以提我们的口语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做成麻婆豆腐的线麻 塞进去里面 这又是你的创意吗 是 好期待 做成像麻婆豆腐一样的线料 塞进苦瓜里面 它应该给什么名字更好 我们叫 苦口婆心 这就是我啦 我也常常这样苦口婆心跟你们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苦口婆心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哦 苦口婆心 材料有白苦瓜一条 板豆腐三百克 穿耳二十克 羊地瓜二十克 辣椒 泡开的豆仑二十克 太白粉少许 调味料有 辣椒酱三匙 酥蠔油三匙 香油两匙 白胡椒一匙 花椒粒水少许 我们看到了你的苦口婆心 是用白玉苦瓜 对 然后怎么处理呢 我们大概在它的头的部分 把它切一部分掉 切个大概两三公分的部分 把它切掉 就变成两半 我们把里面的纸给去掉 我们可以先利用一个筷子 把它画一圈 里面的蚊给它 蚊把它去掉 这个算是很嫩的 对不对 就是新生的 新长出来的苦瓜 所以你看里面籽 还是这样白白的 我很爱吃老苦瓜 就是熟透 在白玉里面浸黄黄的那种 那个就是老的 但是你这个用的是新的 新鲜的 就是那种 刚长起来 然后这个肉质还很脆 是不是 对 那么这样子挖开之后 就变成一个 空心的 空心的 像那个要箱东西在里面了 对 我们待会把馅料 再把它箱进去 那苦瓜的部分 尽量把膜的部分把它 挖干净 为什么 挖干净的话 第一 它的苦味可以减少 苦是苦在人 对不对 那这个要做 要用盖子啊 也是把它挖掉 对 好 那请问民生 苦瓜 苦瓜 就想要清凉退火 对 感觉起来 也没有想到它有什么营养价值 只是觉得要退火而已 是不是 就是 苦瓜它含有蛮高的维他命C 那还有就是它含有我们那个 维他命V6 V6 V6 对 所以它V6它对于我们蛋白质的吸收 很有帮助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苦瓜它含有一种蛋白质 是可以帮助抑制发炎的 所以人家说它可以降火器 可以配红 其实就是有蛋白质的特殊成分在 就是 算是这种瓜类里面才有的吗 苦瓜的 苦瓜 所以其实说它 它是一个可以降火器 消肿胀 另外就是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一下 我们的体中的脂肪 血液中的脂肪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先把待会要做麻婆酱的材料 先把它切起来 这个是那个 羊地瓜 羊地瓜 所以你是要用羊地瓜 就是瓜籽 对 瓜籽 瓜籽要增加它的脆度 所以再挂起切丁 切细丁 就把它切细丁 那辣椒也一样 我们现在切的色 都把它切成小丁这样子 切得细细的 所以它就是要那个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香在苦瓜里面 所以你选用的是白玉苦瓜 对 那它可以用别的苦瓜做吗 选这个苦瓜用意是因为我们这个 等一下需要长时间地去蒸 去蒸之后如果是用绿色的话 它容易把它 容易蒸出来 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 绿色的颜色就变黄黄了 对 是不是 好 其实苦瓜有白玉的 有青绿色 还有这种深绿色 它们之间的营养成分 应该是差不多吗 其实它们主要的成分都差不多 只是说可能绿色的苦瓜的话 或许它在腌碱酸的成分会多一点 腌碱酸有什么用 腌碱酸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 譬如说造血的功能 还有说我们一些肝脏的代谢 这些都是需要的 对 不要做 好 那太好了 这个是切好的 这是那个 串耳 串耳 对 所以串耳你是 为什么串耳跟木耳有何不同 串耳它的肉 它的口感比较细腻一点 脆吗 细 应该是木耳它比较厚 吃起来比较脆 穿得比较薄 比较薄 然后它口感比较嫩一点 这样子啊 对 没有那么硬 口感不会那么硬 那我们这个水开中 我们把苦瓜先下来汆烫一下 苦瓜整个下去 这样子把它烫熟吗 让它烫软就好了 烫软就好了 对 好 薇薇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用苦瓜减肥 有 有 之前好像蛮流行的 有流行一阵子 用苦瓜减肥感觉很苦 好像很辛苦 为了要好身材 为了好身材 但是就为了好身材 用苦瓜减肥 其实苦瓜它有一种成分是 对于油脂的合成它会抑制 所以它对油脂的吸收会抑制 就是说有些人就觉得说 吃的话油脂 我们一些油脂进去 比较不会让人体吸收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对 没错 可是其实假如说 生吃苦瓜吃太多 并不是健康的行为 因为可能会导致 或有它腹泻减轻了水分 它就以为说是 减重的成绩 不是啊 这样腹泻之后 你最后的水分不够 你还要去吊健康 对 对 所以说完全靠苦瓜瘦身 那是一个不正确的方式 那么也许会造成你 体质会变过度寒凉 对 没错 好 大家要注意 来 我们现在看这个 好烫喔 还是要让它烫到有 有点硬 有点软掉了 是不是 烫软之后我们就放到 脆度还在 开水里面让它泡凉一下 冷水 对 让它泡凉一下 让它泡凉一下 来 好 再多加一点水 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麻婆豆腐的部分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 待会儿要香到苦瓜里面的馅 把它拌起来 好 那我们选用的板豆腐 好 这个是适合用板豆腐做 哎呀 好棒 好 尽量把它水分的部分把它沥干 好 那那个麻婆豆腐是要炒吗 不用炒 我们待会儿这个馅把它拌完之后 把它香进去去蒸就好 知道 好 我们现在来调味 好 我们就把麻婆豆腐的 概念的那个酱把它加进来 是 是用那个概念 但是你不一定说是 我还以为说是要炒一份麻婆豆腐 塞在苦瓜里面 实在是 太怂了 我从想法 是用那个概念 对 把它做成麻婆豆腐的内馅 这样好特别 那这样子就可以中和到苦瓜的寒性 因为麻婆的部分是比较燥热 就是比较属于热性的喜忧 調味料 对 对 这样子你就把 对 但是还保留了苦瓜其他的功能了 对 对 是 所以你放的是太白粉吗 对 太白粉 增加它的那个凝结 所以这个 你的麻婆的部分是 就是用辣豆瓣酱 对 我们用辣椒酱 辣椒酱 辣椒酱 如果我很喜欢吃那种川味的麻婆的麻的 我还可以加一点花椒 对 待会儿我们外面还有一个酱 就是麻婆酱的部分 我们会用花椒去把它爆香 好期待 所以一定要 麻婆豆腐的那种概念 一定要有个麻字 对 好 好 好 苦瓜差不多量了之后 把它取出来 把它水瀝干一下 尽量把它擦干一点 尤其是内面的部分 就是内 里面 对 里面要擦干 有一点难说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 在家里做的话 是不是这个部分 可能要提早做 可以提早做 然后要把它这样扣在这里 让它滴干水分 是不是 我们可以用纸巾 让它吸一下水 这样子 好 那里面不要太湿 好 然后这个 然后把它擦一擦 好 把里面抽一擦在这 里面如果干的话 我们就加一点太白粉 好 所以不要太水 是最主要是 加太白粉的时候 这边一坨一坨 对不对 对 好 好 检查看看 来 好 我们把那个麻婆 居然用 收削袋装起来 好 我们待会用挤的 把它像挤内馅一样 把它挤均均均均均均 那这个里面 我因为要有黏 让它有一个黏 黏度 如果黏度的话 我们会在里面把它 再加一点太白粉 这怎么 就这样撒进去就可以了 对 把它均匀地 撒进去就好了 薄薄的一层就好了 好 就均匀地 把它撒在表面上 那这个蒂头 我们不要把它丢掉 我们还是留着 待会还是有作用的 也是把它 也是把它 铺一点粉 好 那我们做剪刀 然后把刚才我们拌好的线 把它剪开 我们就把它挤进来就好了 它挤的时候把它敲一下 让里面的线可以 比较薄满一点 就让它可以 把底部也把它挤满 对 把它挤满 所以这个苦瓜真的 我刚刚在碰的时候触感 它真的不能烫太久 它就会塌掉了 对 会塌掉 所以要保持它 它 你烫是因为要去它的苦味吗 还是让它比较快熟 快熟 一个是它比较快熟 那我们加热过 它苦味也会随着水分 让它带一点掉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苦 不会那么苦了 好 那这个头部 我们一样把它挤一点进来 好 好好玩 好难 再来我们就把它装回去了 把它装回去 它装回去它会掉 我们就拿一个牙签 把它固定住一下 好酷 我们就三个点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好 这样子把它固定之后 好好玩 一个苦瓜 居然是这样子 就把它变化成另外一种菜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蒸笼里面蒸 好 这样子就水开的时候 我们把它蒸个二十分钟 这苦瓜已经都半熟了 还要蒸二十分钟 豆腐 豆腐它是 豆腐是生的 豆腐我们可以拌现进去 但如果说我们不怕苦的人 对 可以把它就是不要烫 直接就塞那个豆腐下去蒸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蒸的时间你就要掌握一下 可能它多个两三分钟 让它蒸透一点 我们现在是怕里面的 因为里面的线很厚 里面有调太白粉进去的 是 让它整个线都把它蒸熟 所以时间会长一点 要把它蒸熟蒸厚 好 那我们就来蒸二十分钟 好 来 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份是已经蒸好的 所以也是可以一次多做几个 可以 可以把它做起来 做起来 那我们现在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切盘了 我们就把牙签去掉 现在就可以切盘 然后就可以摆盘了是吗 对 我们就可以摆盘了 好 我们的盘子在这里 好想看一下那个麻婆豆腐 是变成什么样 它应该会凝固在一起吧 对 它就是整个黏在一起的 整个把它凝固住了 好 我们这个切面就把它 朝上 我们把它苦瓜的部分就 好漂亮 把它排起来就好了 香槟色 它有点橘橘粉粉的颜色 真的没想到 我们就把它排成苦瓜的形状 把它一个叠一个 好 这个还没完呢 要那个麻婆豆腐那个麻 现在我们要开始准备来做了 好 来 来 来看看这个麻婆酱的麻怎么做 这个酱料 来 我们锅热我们加一点油 这个本钱算一算 没有超过五十块 对 它成本算蛮低的 那我们花椒先把它爆一下 好 花椒爆香 用小火是吗 小火爆就好了 好 如果说是盛产苦瓜 有的时候十块钱一条 对 便宜 豆腐也四五块 好 再其他东西东加西加 三十块 参观 好 三十块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 好 这个根本就宴客菜了 对 好 本钱三十块而已 好 我们这个花椒爆好之后 我们先不要丢掉 我们把它留着 你说花椒粒不要丢掉 不要丢掉 但是要撈起来 撈起来 然后我们留着油 油我们待会儿来炒香 我们刚才切好的一些食材的部分 是 好 好 我们剩这个油里面 已经有花椒的味道了 我们再把食材部分加下来炒 好 有那个面筋 对不对 面轮 然后再来挂起 辣椒 穿耳 对 把它爆香 来 好 你那边有 你有哪一个方便 好 她先帮我准备一点太白粉水 好 我来帮你准备太白粉水 好 把它炒香之后 我们来调味了 我们加一点点的辣椒酱 哇 再加辣椒酱 苦瓜本身我们让它有一点点 那个麻婆的味道 麻婆的味道 好 这个是太白粉吗 对 好 那我们再加一点点的 薯蚝油 哇 这个真的很香辣耶 感觉 好 我们就加一点水 好 那我们就让它煮开 煮开我们再勾一点点芡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有点时间 我们把这个刚才取下来的花椒 我们袋子把它装起来 我很爱吃花椒粒 而且我就可以直接这样一颗这样吃 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说 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它爆开来的时候的 那个整个嘴巴 麻的那种感觉 对 我女儿说那叫壁雷 她本身就说 阿布 你不要再放壁雷在菜里面 好 拍一拍 可是我就觉得 每次爆香油丢掉好可惜 对 就这样子把它敲碎 把它敲碎 待会我们煮好之后把它撒在上面 这样就不会有地雷的效果了 对 对 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解决的方式 这样就不会让人家 感觉上一口咬下去 在嘴巴爆开来整嘴发麻的味道 对 我们就把它切细了 待会把它撒上面就好 好 那个醬汁好香 好 那我们就来 煮开之后来勾一点点的芡 好 好 好 勾芡的时候就要搅动一下 不然它会结成块 然后也不能一口气倒下去 这个真的很 很有麻婆豆腐的感觉 有 这个有 你有闻到 有 哇 好厉害喔 好 好香喔 香味四溢 对 好香 香味跑出来了 漂亮 顏色又很漂亮 好,我們的那個 需要什麼 好,我們的花椒 我們直接把它 撲上來就好 這樣子就有那個效果 但是又不會讓人家 嘴巴裡面一陣麻 但是又香辣,麻辣 可以上菜了嗎 可以了 好,這樣就好了 好想吃哦 來來來上菜了 苦口婆心 做法是苦瓜 從頭部切開之後 將籽全部挖除 洋地瓜、辣椒、川耳、薑、豆輪 切小丁來備用 苦瓜入鍋燙軟之後 再入冷水泡涼 瀝乾之後 內部再撒上太白粉、板豆腐 加入辣椒醬、酥蠔油、香油 太白粉拌勻抓碎 填入苦瓜內 入蒸籠蒸約十分鐘 取出之後切厚片擺盤 起油鍋 爆香花椒粒之後撈起敲碎 銅鍋再放入切丁的食材 少許的辣椒醬、酥蠔油、水 煮開 以少許的太白粉水勾芡之後 淋在苦瓜上 最後再撒上花椒碎末就可以了 這一道菜真的是有一點不可思議 對 香檳色 30塊錢 然後就做出來一個這樣子 可以做宴客的料理對不對 好 那這個如何是讓那個 麻婆豆腐的概念 然後跟苦瓜結合在一起 哇 這個要一口咬下 你看 你看 如果不說 沒有人猜得到 裡面的是豆腐 然後那個花椒 因為這樣子處理過以後 你沒有感覺到 它那個花椒就會 會在你嘴巴裡面造成困擾對不對 豆腐整個就是軟的 軟滑、綿密 所以說 如果說是苦瓜 這樣子燒法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它的所謂的說是太涼 不會 因為它已經有熱性的食材 加在裡面了 那像我們如果說 體質比較熱的人 那就是辣椒少一點 對 辣椒熱性的食材少一點 但是就沒有這道料理的那個 FU啦 它就是要麻辣啦 對 就可能它的醬 就是在想另外一個醬 去做替代這樣子 你是說外面這個嗎 對 外面的醬 我們在想另外一個醬 簡單的紅燒醬 去替代就好了 它就可以讓辣跟比較熱的那個 降低一點點 對 所以說 這個因為苦瓜它本身有一種 特殊的清甜味 對 你這樣子做沒有把苦瓜的清甜味壓掉 沒有 還是保留的 保留的對不對 對 香甜 跟紅燒苦瓜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主要是用蒸的 把它直接蒸熟了 那醬只是附著在表面而已 對 所以 對 它蒸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加什麼任何的 搶掉它的調味料 對 所以說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配方了 對 好 又可以吃到它的麻辣香氣 但是又可以吃到苦瓜的清甜香味 對不對 太棒了 感恩你 謝謝 麻辣各位 辣好吃把它吃完 對啊 好吃 不會很辣嘛 覺得很讚